Nitia Kaila Sa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新都教大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帕尔曼西法上师 在今天的开示中呢 大师又继续地讲到了 超级决定主义 它的意义 这个话题呢因为太重要了 所以大师在不停地重复 而且今天的开示呢 确实讲了非常多重要的点 大师讲呢超级决定主义 它的重要性呢 不是让我们认为 人生是提前预定的 或者是自由意志 这两个呢都是有局限性的 包括有些人 有一些业力论呢 认为我们之前做的 所有的这些决定呢 造成了我们现在的 这个选择权变少 这些业力的循环的 这些非常看起来 非常有逻辑的论点呢 事实上这些都是幻象 唯一的真实的 真相呢就是 发自内心呢 我们知道自己是Paramashiva 而且呢 我们通过自己是Paramashiva 这个出发点呢 去看待这个客观的世界 并且呢 最终去影响这个客观的世界 去显化我们 想要的所有的现实 这就是超级决定主义 这个呢就是真正的 活在当下的定义 很多时候呢 我们认为活在当下就是 我现在要享受我的人生等等 或者是呢 我就是现在正在活在当下 这还有什么不活在当下的 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对活在当下的局限的理解 活在当下真正的意义呢 就是我们对当下是有掌控权 是有力量的 所有的这些呢 就是要通过我们 强大的内心去实现 这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 在开始中呢 大师讲到了非常多的观点吧 就是让我们非常的受用 大师讲到呢 中产阶级 比如说和中庸主义呢 是两件事 如果你是中产阶级 这个是OK的 但是你是中庸 中庸阶级呢 这个就是有问题 就是认为自己的人生呢 不上不下 不好不坏就可以了 这个呢 比如说我活100岁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车有房 有孩子有工作就可以了 有妻子 这个呢是对自己生命的 最大的一个否定 就是可能性的一个否定 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活在 最高的可能性当中 这才是真正的超级决定主义的 这个状态吧 就是Parmashiva的状态 我们一直都是积极融入人生的 积极去融入机会和创造机会 知道自己呢 就是要强大的去度过自己的每一刻 发挥自己所有的潜能 这个呢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意义 所以在任何时候如果我们 因为心中的无力感 再给自己找借口 说啊我差不多就行了 所有的这些话呢 事实上都是在自欺欺人 这是很危险的 但是在开始中还讲到呢 他自己的例子 他说呢 他的上师给他的要求呢 是一片衣服一顿饭这样 然后呢没想到呢 他把自己上师对他的这个 Guruvark以外的这些例外呢 作为自己的人生法则了 所以他的这个健康 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糟糕这样 比如说他在上这个大专的时候 在Polytech上学的时候呢 就是要有一些制服 或者是穿着的要求 然后呢包括他出行 比如说他在美国 在一直在做这个宣传的工作呢 就有非常多的信众 包括医生的信众 都在不停的跟他讲 你要吃你要吃这样 你要吃的更多这样 结果呢大师就把所有这些例外的 就是他的上师给他的要求 当然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他就把这些例外的情况 当做常规去生活了 就忘记了自己大师讲这些话的本意 是他应该尽量的啊 用这些方式去生活 就是一天一顿饭 然后呢一片衣服 所以呢才造成了他 身体的这个 健康状况的下降 在那个时代呢 他又经历了这个 反印度教的势力的打击 又被下毒了 所以他的 自己身体的清理 这个排毒的这个能力就变得 也因为他没有好好照顾 自己的身体也变得很弱 所以大师说呢 他如果按照大师 按照他的师傅的要求去做呢 事实上他可以很快的时间就把体内的毒素排清了 不会像现在这样 就是排了这么久 但是呢 他现在终于就是又恢复到健康 但是他就是用他的这个体验呢 跟我们 给我们教导吧 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把大师的话呢 当做这个人生的这个座右铭这样 就是你做事情的最基本的这个指导法则 可能在这些大师的话 对我们要求以外呢 有一些例外 但是不能把这些例外当做常规这样 所以呢我们也要自己去内省 然后去看呢 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到像大师讲的这样呢 所以呢 我最后也非常的感谢师傅能够从各种角度跟我们相关联吧 就给我们的人生各角度启发 包括我们的一些弱点 一些无力感呢 他也用自己的现实的体验 他的精力去给我们开教这样 所以呢 我非常感谢师傅能把 就是作为阿凡达在世的神明 能够用这样多元的角度去跟我们打成一团这样 用自己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启发所有的信众这样 最后呢 我觉得有必要提的就是 大师讲到 他曾经问过阿尔纳基里尤基说 为什么进到寺庙主祭坛的每一道门都越来越小 就是大家如果知道 一般的印度教的寺庙 就是尤其是大师家乡的这个大型的寺庙 它是有很多层的 每一层的那个大门都会越来越小 到最后到主祭坛面前这个门就更小了 然后阿尔纳基里尤基说就跟他解释说 这些人呢 是最终能够到这个林家旁边的这些大祭司以及做这些供奉的就是周边的这个服务的这些工作人员 包括乐手这些抬水的和点灯的打扫的所有这些人 他们呢是对这个生态系统是承担责任和负责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承诺呢 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到神明最身边这样 然后大师就通过这个 这个就是 现实吧 给我们揭示呢 就大师讲到所有的这些僧侣和 开拉萨的居民呢 他们是对这个生态系统负全责的 所以呢 即使他们看起来没有得到比一般的信众要有更大的这些祝福 比如说大师会祝福信众 中奖啊 或者有巨额的金钱出现 或者有奇迹发生或者怎么样 就是因为这些工作人员和僧侣呢 他们的承诺是不一样的 只有他们才能在这个神像的身边 就是大师的身边这样 我们就已经活在Salokya Mutti 就是我们自己听到之后也觉得非常高兴 Salokya Mutti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有四个不同的Mukti 就是证物圆满的级别这样 就是我们已经是在师婆神身边生活的这个层面的 这个水平上的证物圆满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就只有开悟 即便是我们去世也只能开悟这样 所以呢这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点 我们的人生每一天都只有庆祝 因为确实没有烦恼了 我们的人生已经是大师在负责这样 所以通过最后这一段呢 也希望启发做的同修 大家都来到我们的Kalasa 做全职的工作人员 现在给大家打开的大门呢 是可以做我们的僧侣这样 如果你想要出家呢 可以呢跟Markalasa 下去联系这样 这是你的人生最高的可能性和最好的决定 也是给你自己和全家人最好的祝福 所以呢希望大家严肃考虑这个决定呢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疑问呢 都可以跟Markalasa联系 现在呢我们阿迪凯拉是印度班加罗尔金寺庙大门 对所有的女性想要出家的同修呢 打开大门 所以呢 欢迎更多的华人同修在我们这个校园里出现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谢谢大家 还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